当前国内618大醋正火热进行 与此同时 海外的夏季促销也名落开战 中国的跨境电商纷纷抓住机遇 大量的中国优质商品走出国门 远销海外 中国电商是如何在国外出圈的 以跨境电商从业者告诉记者 独特的产品是出圈的关键 很多海外用户都喜欢中国的非裔文化 丰富的文样 绚绿的花色 以及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 使得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加入讨论行列 产品的销量也逐渐稳定 我们面向的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和欧美 一开始只是想 就是面向这个平台 等于说是传播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 比方说我们也带这些非裔的产品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他们那边客户 还是有一定的购买力的 所以渐渐的就是销量就慢慢平稳了 目前销量还是非常理想的 在这个618的活动当中 我们其实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措施 比方说有折扣券 有满减的活动 然后有些就是直接搬价 除了产品的独特 性价比也是消费者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消费者告诉记者 自己曾经在海外平台上 购买过中国的收纳盒 不仅质量在线 价格也很便宜 我当时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收纳盒 但是包括质量啊 还有包装什么的都比较出乎我的意料 只花了1.99磅 非常便宜 因为1.99磅我在国外的话 喝个杯咖啡都可能要三点几磅这样子 超高的性价比使中国商品在海外的销量一路狂飙 以电商主播告诉记者 自己在某平台直播带货 销量最好时 一天成交额可达6000美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4万2000余元 最好的一天 一天成交量是有60单 每一单是大概有100多美金 品量的话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小东西 像小玩具啊 小文具 毯子 小水杯 该主播介绍 虽然产品受欢迎 请销量好 但是想要成为海外平台的带货主播 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播的时候是需要全英文跟他交流的 因为我们面向的是美国客户 像我们上班的时间是早上9点 然后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 两个主播在这轮嘛 我知道的是有一些公司 他们会根据美国的时差来算 所以很多公司会采取 从晚上8点钟开始 让你播凌晨点 除此之外 英内人士提醒 文化差异也是跨境电商发展的一道门槛 在海外平台上直播 面向的受众更加多元 不同国家的受众对电商 直播接受度不同 所以在选品 直播内容上也需要不断探索 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文化 然后东南亚也有东南亚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文化 所以就是面向的用户 更加多元化的话 就需要这个卖家 就是能了解 能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用户的一个文化差异和一个风格偏好 来选品 来进行宣传 来进行营销 所以这应该是目前外加需要去重点去钻研来解决的一个难点吧 现如今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 进行支付结算 再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 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是外贸高阵量发展的有生力量 黄红认为 随着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加入到跨境电商的行业中 你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就是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从那个线下逐步转移到线上 这个是必然的 TikTok的话就是视频电商的一个展示形式 然后亚马逊等这些传统电商是一种图文电商的一个展示形式 视频形式其实更适合结合场景展示产品效果 刺激消费者的那个购买欲望 所以我觉得视频电商形式的前景更好 是符合消费者的购物趋势的